我承认 你是我遇到过最难对付的对手 我顾时军想做的事情 还没有做不到 属心积锐地接近我 你到底想做快什么 你还是我认识的林建修吗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一个为了一个私心帮助恶人的人 一个导致恶人变成恶人的人 原来又是利用我来攻击顾持组 不觉得你自己很卑鄙吗 既然林建修那么下点无知 那我一定要迎头正面打败他 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身边 和你并肩作战 林建修 你也太狠了吧 这次爆炸案的诸实作者想战 我一定说明幕后指使 为什么这件事情你要看何解 我不想看到你这样一步步堕落下去 毁了自己 滚 你帮我联系盖亚 说时光之城我接了 这一次我一定要和金子清连妹出演 接下来至少三个月内 我们必须得朝夕小看 这样只能给我更多拒绝你的机会 子清 谁 谁在那儿 这位是你的新术 许臣 是你 怎么是你 希望不要更新我开出处理的新术 原来你就是大家口中的那位大明星顾持军啊 许臣 林建修 一定非要我用这种方法 把你带到公司吗 我对经营公司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这个人来都不想 他就是刚刚回国的林家二公司 看来还真不能想象形 我只要四十分钟 上班第一天比横传亚马逊丛林还累 我听你面试那天说你是两岛的粉丝 姐 为了两晚听 说这么多苦值得吗 妈妈 妈妈等等我 甚至不惜在顾水军身边做助理 到底想说什么 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 爸爸他 我们的警察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的父亲一切是为爱 我和你爸已经离婚了 许臣是一个看上去活泼开朗 内心却十分渴望亲情的女儿 我真心希望您 能够面对许臣 面对许教授 婉婉婉婷 婉婉婷 婉婷你别走 不要扔下我和小珍 妈妈 我和爸爸会一直等您 等到我们一家团聚的那一天 我和你一样 这是你的车吧 为什么要停在这儿 早上乱停车的时候 有考虑过别人的感觉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会拿着许臣的手机 我是许臣的心霉竹马 好 我啊 原来和那个林静修待在一起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不是迷上攀眼的吗 你倒是攀一个给我看看 攀就攀 谁怕谁啊 好了 别吵了 比赛开始 小珍 小珍 你们有什么事吗 接着上班 这个包还挺好的 就他吧 你的新包 这个包是给我买的 为什么和林静修走那么近 我不是让你离他远点吗 我下班后的时间 就不劳烦你操心了 我跟小珍关系有多近 那是无比 怎么是你啊 你请假 不会就为了这个男的吧 这是我弟弟啊 你好 你叫他们什么 你叫他们什么 对啊 你们俩怎么不是一个姓啊 不是一个姓 还在一起住了很多年哦 你们两个不能够在一起 为什么我们俩不能在一起啊 因为我 我 我 喝 静一点啊 你看 你个礼物 你个礼物 你们这晚饭啊 姐 此事别干了 明天就此 你 你 你 天才 史君哥绝对是个天才 走了 我不走 我绝对不会离开他们的 小林总 小林总 我已经有姐夫的人水了 谁啊 是我 你 爸 你之前不是都说我没什么人生目标吗 我告诉你 现在有了 嗯 那你 什么目标啊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 好好工作 好 不错 追到许珍 啊 他说 他喜欢许珍 把许珍 从林锦修的魔掌当中 解脱出来 有我张志的在 我肯定不会让你表白成功的 小珍 我 我 我 卫山 卫山 我很喜欢你 这些气球 鲜花 还有烟火 都是为你准备的 嗯 顾持君和程佳怡交往甚密 男神顾持君和程佳怡是一段 你吃醋了 你是不是发烧啊 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要不是看在你和许珍 青梅竹马的份上 我门都不让你进 笑话 我来你家住 完全就是自虐的行为 好吗 居然敢口爱心早餐 你在干嘛 这是我做个许珍早餐 我的助理 不小心把你们的 道具恐龙弄坏了 明天发布会要用的 这个道具恐龙很重要 所以能不能麻烦大家 今天加个班再做一个 你 习惯上了一个人 想到他的时候 心就会不够好 直跳 这个就是爱着 你来的变性 你怎么了 妆还没画好呢 你要去哪儿啊 许珍 我只是单纯地 想和你在一起 你只需要向我迈进一步 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 都由我来走 有个喜欢制造惊喜的男朋友 感觉挺奇怪的 许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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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他完全配不下 我们的完美老公 我把你赢 我把你赢 明星本来就不是一个人 他是大众汉想出来的偶像 而你的出现 打破了他们的美貌 他们当然会对你的所购买 但是现在这股购买 已经波及到了顾池君 更波及到了 整个时光之城之内 顾池君 演艺事业 现在对你非常地重要 我真的不想 因为自己而影响到你 许珍夏 你跟顾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我和顾池君先生 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想应用工作 喜欢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你们不是固定一人 虐待训练吗 许珍想发现 你一定要帮我 你一定要帮帮我 善良单纯的李宪儿 是无辜的 一定是有第三方 在故意操作 您对李宪儿的关心 似乎有点过头了吧 还是安心 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吧 刘宋贤 刚刚遇到的那个人 好像有点眼熟 看来刘宋贤的药 的确是别人动了手脚 就是这个人 是 许珍 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炎香了 但是为了你好 我劝你以后 不要再靠近我们父子二人 为什么许珍说我看到 是一个黑衣服的人 我会解决她的 错 就错在许珍知道的事情台里了 既然这火已经烧起来了 那就让它烧得更旺一点吧 好 我刚才来找尹文的时候 也看到一个奇怪的人 把个子高高的 穿这身黑衣服 站住 他像个影子一样 一直出现在我的身边 黑衣人是林静阳指使的 在那个录音恐龙当中 藏着林静阳八年前犯罪的证据 就算林静阳真的想做什么 我们也不会轻易屈服的 林静阳 你们这个世界上不通风的伤吗 你把我关在这儿 你做的坏事 他们要让人知道了吗 子清拼了命地跑出来 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说明林静阳现在已经有所行动 我们必须抢先一步 找到任何事 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顾志军就像一颗被野人的炸弹 随时有可能爆炸 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 挡在我城空的路去 你绝不允许 林静阳 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 别用你那些可笑的导致观来绑架我 我不会在这儿让人下去 是时候 该让他尝你骨头 盖牙娱乐 压榨李静阳事件的真相 都在里面 我给您看这份文件 让您认清楚您的大儿子 林静阳的真实名 测想几层赶牙 这么多年 到我发生了什么 是您 逼我的 夏珍 林静阳 我这手都在里面毁了 所有的素材 都给我毁掉 我要收到法律的制裁 有些事情你不该管 小臣是我必须得管 这件事情 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所有的责任 我一个人承担 哥 你都保重了 小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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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戏份还没有杀青 你现在走了 电影怎么办 完全是因为林静阳 让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 必须离开 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 他一个人待在救助 非常地危险 立正 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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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害怕从此以后 再也见不到 时光之城 是你的兴趣 我问你为什么保护他的 小狗龙破坠而出 我们的电影 时光之城 也终于拍机了 我愿意为了你 舍弃所有福 放弃作用 你想要的 不过是一个 平面盘盘的爱情 时间的伤痛 一切也差 看不见的星光 却被眼泪抹下 你会遇到你 是一切 这些伤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